為了讓竹產業再度展現其價值 業者特意發揮創意 製作出多項日用品 除了讓在地特色產業得以推廣外 也希望民眾能多選用天然物品 減少對於環境的污染 我們元泰竹魚社是一間在地30年的勞工廠 我們早期是做竹棒針起家 那都是代工廠為主 因為受到市場的影響 所以它已經逐漸沒落 那我們重新回來煮蒜之後 就開發了其他比較不一樣的生活用品 然後試圖轉型 那我們開發了就是煮牙刷、煮杯子跟煮吸管 生活用品的再重新設計 然後讓大家生活裡面有可以選擇 而不是只有單一選擇是塑膠的牙刷 或是塑膠的杯子 甚至是塑膠的吸管 那這些都是在海裡面常常看見的廢料 對於業者能將傳統竹產業帶來新的商機 縣議員蔡宇柱對此也表示肯定 蔡議員也邀請民眾到竹山來欣賞這些 優質精緻的文創竹製品 竹山是竹的故鄉 在我們竹山鎮的元泰竹藝社 非常的用心把在地的這個產業 就是竹子能夠把它加工很多的這個文創的這個成品 歡迎喜愛竹藝品的這些好朋友 都能夠到竹山 到元泰竹藝社來看看竹製品的文創產業 議長何聖峰表示 傳統竹產業融入新元素 帶來新的商機 是相當值得肯定的行為 期許在他們的努力下 讓竹產業風華再現 記者盧宇凱竹山鎮採訪報導